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0号召开会议 研究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 和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 于2022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19届七中全会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 全面总结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 人民群众新期待 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守正创新 勇意前行 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继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继续有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指出 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 确保大会胜利召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